在馬丁的帶領下 新熊爸爸輕鬆地搶下了一分 第三關美食二選一 資宣爸爸能否返回局勢呢 又來到我們最受歡迎的 美食單元了 漂亮 今天帶給大家的這個美食 就是BIT HOP 無國界料理 而且它使用的幾乎 都是台灣的食材 本地的食材 做出創意的無國界料理 我們來歡迎這位主廚好不好 歡迎大家 歡迎Michael Michael 中間請 Michael你好 來跟我們這個 介紹一下自己的資歷好了好不好 國中畢業後又是在美國長大這樣子 那特地在這邊把一些 美國一些比較特別的菜 帶回台灣的 好 眼前有這四道菜 是今天的美食 待會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吃的 先來看我們的炸漢堡好了 炸漢堡 炸漢堡 你看長這樣 這個是我們 台灣很少見的這種炸漢堡 從這個紐約Brucolin帶回來的 喔 喔 喔 爆漿耶 爆漿 喔 裡面的漢堡還 哇哇哇哇哇哇 哇這個好燙喔 哇哇哇這誰受得了 哇這太厲害了 天啊 哇 裡面什麼是起司 還有包什麼 什麼起司 它就是 帕瑪森 喔 帕瑪森 帕瑪森 天啊 帕瑪森起司做的 喔 看到這個肉 這個 喔 你要勾一點那起司 喔 它等於就是把所有漢堡的料 現在全部包到這個麵包裡面 對不對 再來 這個是我們的 一鴨三絲 一鴨三絲 為什麼叫一鴨三絲呢 因為我們中間有這個 台灣養大的這個 櫻桃鴨腿 OK 然後這是櫻桃鴨的鴨胸 對 這個是 鴨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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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鴨肝 來 你幹嘛 那下面配的是什麼醬 鴨肝要跟肉一起吃臉了 它這個黃色醬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班淑魚 但是我們搭配很多芒果的元素 艾文芒果元素在裡面 有艾文芒果丁 還有旁邊都是艾文芒果的果醬 可以沾這個果醬來吃 那太大一口了啦 對 你要 這樣完美 鴨肝好厲害喔 這個非常清爽的一道料理 對… 這個我喜歡 而且不會覺得很油 好餓喔 很健康的感覺 請問要怎麼樣可以吃到這些東西 對啊 我們可以馬上自食美食 還沒自食 還有一個 店長 店長 對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不 裡面還有一個 店長 來 店長 這是最後一個 謝謝 這個是我們的鴨魚 那我們鴨魚先用精油輸肥的方式 我們再去相煎 然後搭配台灣的在地食材 這是我們的 那旁邊那是 這個是泥 對 白花椰菜泥 我以為是馬鈴薯耶 對啊 對 我以為是馬鈴薯泥耶 好特別喔 想不想吃到這一套美食呢 想 但是有品味的人才能品嘗大餐 馬上進行美食二選一 好 美食二選一 在我的桌前有一號鍋跟二號鍋 對 剛才我們吃到這個無國界料理 這個好的油 我相信你們也都知道 就是 橄欖油 橄欖油的價格就不便宜了吧 價差非常大 價差非常大對不對 在這個一號跟二號裡面 先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一般在市售看到 大概正常大小的平裝官 大概就三五百塊 橄欖油就有了對不對 對 這裡面有一個金額是高達 四千八百元的 四千 多大這麼大一塊 沒有 就一樣大小 一樣大小 就一樣大小 我們先來聞聞看 因為好的橄欖油 搞不好可以從味道來分別 我肯定 所以我們兩個都要聞喔 先從一號開始 我覺得橄欖油 一直在我的世界裡面 是始終很難搞懂的 他也聞一號是不是 好 真的很難搞懂的一會兒 你聞 被聞喝了 幹嘛 我是怎麼樣 我是嗅覺有問題 我沒鼻塞 我聞得很清楚 有嗎 好像有 有差別嗎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聞 有 有不一樣的味道 什麼不一樣 兩個味道是不一樣的 是滿明顯的 你要不要聞聞看 是不是有不太一樣 有不太一樣 真的 一聞就知道不一樣 但是不能說哪一個 一定比較厲害 好像是水果的味道 好 剛才兩邊都已經 聞完味道了 接下來要進行試吃 來 那就先從一號 試試看好了 好 我們就自己來了是不是 只有我們兩個可以吃好了 只有你們兩個 我們也好想試吃看看 這麼多 因為它看起來好好吃 不是 你就吃嘛 不要去 你不是吃 我要吸油的味道 我才感覺出來 因為我主要不是吃麵包 我是吸這個油 換個頭 但是好的油 是會讓麵包更好吃 更香更甜 對 我來吸二號 來來 四二號 這麼濕啊 這也好 有嗎 真的是 出口很多 出口很多 差別在哪裡 你們兩個走 我們旁邊吃的乾 我們也很想看 很想瞭解 來 喝嗎 有茶 二號 它有 它有 比較有苦味 我覺得其實 但是苦是代表 好還是不好 我就不知道 因為橄欖的原味 我不知道是有苦還是沒苦 比如說很好的橄欖油 叫 橄欖本身帶點苦 在你的認知裡面 你覺得橄欖油帶點苦是好的嗎 橄欖的 對 有 其實 橄欖是帶苦 帶苦 不要擔心 很難說 他一定會選錯的 好 何宇文在另外一邊 等一下 但是我不好意思 因為 其實 我很久很久以前 有去上過橄欖油的 你連這個都沒有 我都沒有上過 你都沒有上過 我們每一個單元 你每一個都就上過 然後每次出來的結果 都是不好的 對 我這次比較謙虛 你老公真的很可憐耶 我沒有在一開始 就說我上過 你老公辛辛苦苦賺那麼多錢 你全部都花去 老公 我先不講我的撇步 但我記得當時 那個老師有講過一個撇步 但我先不講 那我現在就講 我選的是 2號 Yes 好 何以見得 Yes 我可以要講撇步嗎 就是他們說好的橄欖油 要有拔辣的味道 你想不到對不對 為什麼我 馬丁一臉問號 為什麼不是乃姬 為什麼有拔辣 也不是柳丁 或是拔辣 也不是芳果對不對 因為我那時候也覺得很詭異 那上完整套課 我也不知道橄欖油怎麼分好壞 他只要跟我記得 他就講 何宇文你只要記得拔辣就好 聞到拔辣 他就是好油 所以你花了十幾二十萬 就只學到了拔辣兩個字 去聞拔辣對不對 他有很重的拔辣味 好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一位 真正的達人 這位達人頭銜非常厲害 他是 是世界橄欖油協會的品鑑官 也就是說所有的品鑑師 要經過他 你可以成為品鑑師 才可以的 我們來歡迎這位品鑑官田婕 黃鑑先生 田婕好 來 竹筒 來 歡迎田婕 所以等於是達人中的達人 這太厲害了 田婕 這個他剛剛在台 我在台下聽到他講 我覺得 宇文講得很棒 他真的很漂亮 沒有花錯錢 沒有花錯錢 完蛋了 完蛋了 目前這個感覺 老公 我終於有一次沒有亂花你的錢了 他現在發現了 他講的沒有錯 因為這個品鑑師也這麼說 現在問題有可能會出在 他的味覺有問題喔 如果他味覺是錯的 他可能是搞錯的喔 對 很難講 很難說 那我們請這個 好的橄欖果油 原則上來講 他要來評鑑的話 就有三個要求 第一個就是你要聞的時候 必須要有很清楚的果香 像剛剛你說那個拔辣香 剛好這個品種有這個味道 還有青草香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你嘗的時候 你要讓就像嘗紅酒一樣 你要把空氣進去 進去以後你會發現 嘴巴的都是苦味 或者是嗆辣 那就是我們最在要求的那種 就所謂的橄欖多酚 就是O6CAMO 對 身體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剛才有講 一個300 大概市售價300 然後這個有一個高級的 大概是4800罐 就是這一罐是不是 這麼小一瓶喔 沒有沒有 沒有那麼可怕啦 這才250ml 對 黑色的瓶子裝 然後不要讓它受光 受熱 這是最基本 在橄欖油的保存到這邊 所以這就所謂的冷壓出炸嗎 對 而且它是手摘的果子 從樹上摘下來的 所以它保留很多的分量在裡面 所以剛才田姐已經講得非常明顯 怎麼分辨好壞橄欖油 所以出去買油的時候呢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讓你一次 嘗到這麼多的東西 教你一個小伯母 就是他們可能那個湯匙 都給你一點點對不對 你就把它倒在你手上 然後呢 你就塗一下 好 那一分鐘之後 如果它全部都已經吸收掉了 對 就代表那是真的 真的油 如果你敲了油會亮晶晶的 然後很久不掉的話 那就代表裡面放了油 有餐油的橄欖油 這個小撇嬌 大家都學起來 因為你有的時候 實在是沒辦法吃到這麼多 所以真正的橄欖油是會 皮膚是會吸收掉的 橫滑的 有很多的多酚 也有很多的絞殺心 你看 在我們明星編理店 就可以學到這種小撇嬌 真的 好 所以剛才宇文選擇的是2 2號就對了 妹妹只能選1 答案是 2號 恭喜 我終於答對了 真的 好 來 馬上進行下一道 第二道的美食2選1 這邊派出馬丁 你們剛才已經先得1分了 接下來就你們有優先權 這邊是埃莉克斯 好 可是這一道非常的厲害 現在是蓋起來的 但是請兩位 大家都一樣 先打開你們的鼻孔 聞一下 Blue Cheese 好濃的味道... 這兩個喔 Blue Cheese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味道非常的重 對 特殊發酵的起司 而且活菌稀少 身價非常的高 特點是以這個 青梅菌而發酵而成的 所以表面會有一些藍色的斑紋 好 所以你這邊來先聞聞看 我們也可以聞嘛 可以可以 就聞聞看 先不能吃... 先聞就是 它這整個有一個菇味的味道 菇味 菇的味道 有點香菇喔 奶菇味 來...你馬丁這邊也聞聞 外國人應該都是從小吃起司的吧 對 其實可是艾莉克斯也是在國外長大的 它是美國的啊 也是 覺得不錯喔 這是一號喔 其實... 何宇文 你有去上起司課嗎 這是一號喔 其實上過起司課嗎 宇文 起司課其實我也要去上 你也有上 我很愛... 有 芭樂的味道 有 芭樂 有... 宇文到底是上了多少課 OK 這個味道聞起來比較酸 有比較酸嗎 我覺得 馬丁胡的老半天 這味道更重 所以艾莉克斯你非常喜歡吃 滷滷起司嗎 因為我覺得滷滷起司有時候太... 太... 嗆太重了 太重了 兩邊的味道跟外觀其實你們都看過 但是我必須要跟你們講 在這兩個起司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 世界三大藍紋滷肉之一 稱為滷滷之王的起司 哇 有一個 它的價值就只有一個 就這樣你看到一個對不對 對 一個價值是八百八十塊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百三十塊而已 這價差是差了快五倍 對 五倍的價差 其實這起司的價格是滿驚人的喔 現在呢 請兩邊來試試看好了 你們想要加餅乾吃 或者是直接單吃也可以 先從一號開始 來 這個還是要從味道 我們這個從外型上看 看不得出來 外型真的很難分 很難 可能要吃 除非我們是很懂這個Blue Cheese的人 我們才可能用眼鏡看得出來 口感沒有 因為我是在想 以味道來說 我覺得這兩個好像是不同的 應該是不同的牛奶 就是一個可能是牛奶 然後一個是羊奶之類的 喔 你已經吃到二號了 還沒嗎 還沒... 那我覺得它是有很重的一種 一種味道 是就是比較... 就是想到Blue Cheese 通常都會想到這種味道 我覺得 想到Blue Cheese 你覺得是這個味道 我們也要比較才知道真正 什麼差別 好 現在他來試吃二號 來 二號 你也可以選擇不要配餅乾 被你們講的我也覺得 我也好想試喔 不是喔 這個其實... 你知道 其實東方人喔 雖然接受起司的時間比較少 可是東方人超愛起司 各個就義大利麵店啦 一些西餐啦 只要有加起司的 他的這個 大家都比較想點 有起司的東西 而且其實好的 好的跟... 價格好壞的那個起司差很多 對 吃起來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分辨 我認為這兩個起司 因為都是Blue Cheese 然後我們吃過... 我吃過很多很多不同的Blue Cheese 剛剛馬尼有講到 他覺得這是我們比較常識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比較常識的Blue Cheese 比較普遍的Blue Cheese 你覺得這個是 這個比較像在沙拉的那種 Dressing裡面的這個Blue Cheese 然後我們一般在超市 可以買得到比較普遍的Blue Cheese 這個... 很少見是不是 我比較少見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普遍 就表示每個餐廳 一般的餐廳都會用的話 我覺得那個價格是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接受的價格 好像在飯店的早餐跟Super Market 對 像這樣子 但是這個比較黃 但是它兩個發酵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比較黃一點點 它用的有可能是 特別是馬尼剛講到的 不一樣的牛奶或者是... 所以艾利克斯選擇一號 那你其實也沒得選 你就是二號了 正確的答案就是... 一號 恭喜艾利克斯得分 Yes 對 這個藍起司 其實我剛剛有講了 它是乳酪之王 世界三大藍紋乳酪 而且它重點是這個 香氣輕柔 入口之後的鹹度適中 帶著奶香還有淡淡的甘草風味 而且會有回甘的味道 它味道 這個是真的很重耶 很特別 很酷很酷 這個是我心目中說的就是 我香到藍... 就是紅芝士 就是長這樣 真的 這種是平常就是餐廳 可是平常 這種紅芝士我不喜歡吃 可是那個很好吃 也比較喜歡那個 有清香味 清香味 來 恭喜艾利克斯 謝謝 所以現在是一比一 決勝題 來 下一題 今天的比12選1非常的激烈 目前是一比一的狀況 要決勝題了 好 所以這邊派出南鮪魚 這邊是寧蒲 你好 好啊 一二號鍋 拿起來也是非常厲害的 一道料理 我們來看一下 生火腿片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用油脂 我們就先目測一下 用肉片上面的油脂 來做一個分析好了 你們覺得如何呢 仁甫說說看 如果好的豬肉片的話 它的油脂 基本上應該不能太乾 不然你做成生火腿 其實它就會乾材 所以油脂來說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邊的油脂 目前看起來比較漂亮 而且它也比較大片 那這邊的油脂上看起來 顏色偏深 比較偏向瘦肉 有點像快車肉乾的感覺 好 那在這邊 我要跟兩位說一下 這兩個生火腿片 都是來自西班牙 最有名 有一個是西班牙 大家都知道的 伊比利豬 對 因為伊比利豬 就是擁有這個 勞斯萊茲級的豬肉的美麗 對不對 對 沒錯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一般西班牙民眾 都可以吃得到 我們一般買的那種 他們都是那個三白豬 三白豬 是普遍吃得到的生火腿片 我們講白豬 這個價差差到哪裡呢 一般民眾比較喜歡 然後常吃得到的就是 100克 是265塊台幣 OK 但是我剛才講的 伊比利豬的這個生火腿片 它是伊比利豬裡面 5J等級的 5J 也是最高等級 5J等級的 它 1千 100克是要 1千塊台幣 OK 1百應該很少耶 大概很少 所以兩邊你看 一個是265嘛 那一個要1千塊 一個是夢幻蜘蛛 夢幻一瓶 而且5J的等級 其實它一隻豬裡面 聽說數量是非常非常少 現在猜拳好了 因為等一下 誰會先打 我們現在一比一了 因為決勝 好重要 這超重要 還是吃完 還是吃完再猜也可以啊 每吃完他們就要講 好 那先猜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剪刀又比較紅啊 可是其實剪刀不見得 剪刀比較紅 兩位都先從1號開始試吃 好險 這顏色是真的差很多耶 對 而且剛剛鞋子有說山白豬 山白豬 他們的白豬一出來其實 因為白豬是不是有顏色比較淺啊 沒有 可是他們通常講白是他皮膚 對 不會跟肉 不會講肉啊 沒有啊 烏骨雞的肉就是黑的啊 對啊 黑人的肉是黑的嗎 沒有啊 你看獨立有多黑 他們皮黑 皮黑啦 他們今天帶來的這個5J的 這一個這個等級的齁 是跟這個 松露 鵝肝 魚子醬的 歐洲夢幻傳奇食材 並起名的 老實說 真的喔 1號滿好吃的耶 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喔 好吃喔 因為我聽說好的伊比利的 果皮 要有 橡食的味道 橡 橡食 對 因為他們都吃橡食 就是那個 橡食 上路的味道 你有優先選擇權 你覺得是1號還是2號 完蛋了 這個很容易選錯了 對 我個人覺得是1號 你覺得是1號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吃到一個 橡食的味道 芭樂的味道 不是芭樂的味道 是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果 另外一個果實味 真的啦 它裡面有一個不一樣 因為它帶鹹味之外 它也帶 它雖然比較Q 可是它多了一個 另外一個香味在 但你剛剛不是說油脂嗎 好像那個看起來比較肥耶 不要因為它大塊就覺得它 來喔 對不對 堅持1號 那你也沒得選啊 我也沒得選 就是2號啦 好啦 鮪魚1號才選 你幹嘛那麼異森啊 你很陰森 鮪魚猜完全之後呢 有優先選擇權 他選擇的是1號的這個 加油 鮪魚 加油 我們相信你 到底 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1號 恭喜 表現了 表現了 是 1號的這一個 這個喔 它光豬食用的飼料 就已經不一樣了 是有為它吃那個 真的有飼料 然後呢 醃製的過程 就需要五位職人的熟益 人工醃製的 醃製熟成的時間 我們一般吃到的 大概只需要9到10個月 但是呢 依比例出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5J等級的 需要36個月 哇 36個月 所以呢 是差很多的 這個5J等級的 而且雖然我們剛剛說 它的這個紋路看起來 好像比較乾對不對 但是它吃起來的時候 它的口感 挺濕潤的 對 而且它的這個鹹度 跟它的肉搭配 你再咬完之後 你還會有豬肉的香氣出來 對 說真的啦 越嚼越香 可是說真的 其實兩個都很好吃 只是那個5J的更細緻 更細緻 對 所以我們恭喜 小爸爸隊獲勝 來 加油 準備享用我們的 異國料理大餐 好 恭喜小爸爸隊 桌前的這個美食 已經放在你們的前面了 請開始用膳吧 這個漢堡 它肉超軟的 一搓就下來了 你看你看馬丁這個罐麵 滾了 溫的熱的 這個 肉很爛 那個香氣飄過來 好痛苦喔 對啊 馬丁這樣吃感覺就是 另外一種 它就是漢堡嘛 那就是要用手 而且其實吃漢堡 真的就是要用手嘛 對 這樣大口大口的咬 而且它的肉好厚喔 厚又軟 而且因為那個起司融在裡面 所以你感覺也不會柴 這個好好吃喔 你們贏在哪 它裡面厲害的是 它有裝飽過來 妳幹嘛整的嗎 妳要偷吃到的感覺喔 不是 妳好真肯喔 真的很好吃耶 我跟妳講 它真的跟一般漢堡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它把所有的東西 都包在裡面 吃都不會停 對 很幸福吧 對啊 恭喜你們啦 那今天這個成績下來 也是小爸爸隊 他們獲得了兩分的積分 沒錯 所以除了有這道美食之外 還可以進行我們的 好禮加碼獸 好禮加碼獸 恭喜我們的小爸爸隊 好禮加碼獸 但是我們不小心贏了啦 今天有機會可以拿走這一個 掃地機器人 它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商品 除了價格很高之外 是來自美國的 不過我想一般掃地機器人 大家都很清楚它的功能嘛 反正放在家裡 它就自己跑啊 跑啊 把地掃乾淨 撞到牆壁它會轉彎 然後呢 最後就會把所有的地區都掃完 它最特別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根 是其他掃地機器人沒有的 那是什麼 這個東西呢 因為你只要擺在 比如說家裡面 只要你放在那 它的周圍也就是直徑 它只要快靠近 它就會跑掉了 了解 有機會可以拿走這個 好 好 逃禮加碼松的九宮格 誰要來戳 就我嗎 就瑋瑜嗎 好 來這兒 你怎麼分析 怎麼看待 有九格喔 九格嗎 你覺得掃地機器人會在哪一格 我個人覺得在這三格裡面 唉唷 起手有格 我覺得是字 來 好 那來囉 來囉 你決定哪一個 這個 我覺得是這個 好 加油 戳 好 嘿 通常會摸到什麼 不一定 拿出來就知道 可以 網球一顆恭喜 耶 正確的答案在這兒 正確的答案在這兒 左上 家用清掃機器 可惜了 可惜了 沒關係 下次再來 不過今天大家有吃到美食 也拿到好東西了 歡迎大家再來明星電力店 謝謝 來 龍龍